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女儿小妍 为了报复母亲 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首先是巨额网贷 我将近三年 疯狂网贷了将近三十几万 在父母帮忙还完 前两期网贷后 小妍又在今年 冒出了新的一笔网贷 新的网贷爆出后 小妍又大闹了一出 不仅惊动了派出所 甚至还叫了救护车 对于女儿 作为母亲的红女士 既气愤又自责 她觉得 女儿今天的不可理喻 或许就是自己的 离异导致的 我一般在任何场合 我不会流对的 但是我也没办法 但女儿直言 自己的报复 与父母离异无关 所有的一切 都源自她心底 对母亲的怨恨 因为我觉得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需要的 不是这种关键时候 出现的超人 我只希望有一个 很平凡 很普通的母亲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还将看到 小妍回顾自己的 童年生活 母亲总是用 默不关心 来回应她的 孤独无助 晚上她上夜班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 但是醒来没有人 能哇哇大哭 第二天看到她 没有一点 联系的那种神态 即使是高中时期 情绪敏感的时候 母亲对于女儿的状态 也视若无睹 高中时候 学习特别特别的差 关系相当不好 当时她回家 就把自己 关在家里面 冷冰冰的 对于小妍而言 她所感受到的 母亲的管教方式 全是压制和打击 对于小妍而言 她人生中 珍贵而难忘的回忆 都与父亲有关 母亲的角色 永远是趣味 我觉得就是 很多手碎的这种事情 把我都给我做了的 没有我爸 肯定就 我也不敢想象出 什么样的样子 但对于女儿 以上的种种说法 作为母亲的红女士 一再否认 坚称是女儿有问题 但是她也不给我补头 心胸比较狭窄 那么三万步在 一个频道上 那么女儿 对母亲的一次次抱护 到底是因为 女儿多愁善感 对母亲无端埋怨 还是母亲 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 存在趣味 母女之间 能否化敌为友 重建亲情呢 敬请收看 今天的金牌调节 女儿的疯狂报复 下集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节 我们的调节 继续进行 就很小的时候 我把我的手 放在妈妈的胸上 她就很厌恶地 就排开 就啪了一下 就给我打开了 然后晚上她上夜班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 上幼儿园的时候 半夜醒来没有人 然后哇哇大哭 第二天看到她 她也不内疚 就笑 就是她跟她闺蜜 上街把我带上 她们为了去逛街 就把我扔到 新华书店让我看书 我在那待了一个下午 她们都没来 我就自己走路 走了四十几分钟 走回家 结果回家的时候 我妈已经在家了 她说 我去新华书店找你 你们怎么没在呀 我说等了你们半天 我都没来 我等不住了 然后我妈就笑着 挺高兴的 就说 哎呦你好 你还挺能干的嘛 你那个时候 是希望妈妈怎么样 我就希望妈妈说 哎呀妈妈错了 妈妈对不起啊 妈妈下次一定 一定不会把你丢到那了 一定会 大把你带在身边了 你就是妈妈的乖孩子 妈妈一定不会把你丢下的 反正每次有什么戳着 她都是笑 不是笑就是骂 没有一点联系的那种神态 搞得我都不知道 一个母亲到底是应该怎么 对待一个女儿的了 当然我到叔叔阿姨家去做客 那人家的女儿跟她妈妈就 关系特别好 还会撒娇 把她妈妈高兴得不行了 就笑呵呵的 那种特别幸福的感觉 就一直在妈妈身上找不到 就买吃的买喝的 这个毛衣那我不要这些也行啊 我也有不容易的地方 我也有特别特别需要她 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让她跟我说一句 女儿别怕妈妈在你身边 妈妈会保护你 就希望能够听到这些话吧 没有听到过吗 没有听到的都是要能干 要加油要努力 就是这些话 因为她就喜欢看书 她到哪都喜欢看书 从小就喜欢看书 因为我和我闺蜜去逛商店 她自己要到新华书店去 然后她去以后 我说我们逛完了以后 就到你那儿来找你 是约好的 结果她可能看得差不多了 她自己走了 我们就到处去找 问新华书店 问新华书店 那肯定不知道 那这种情况 在那个年代 就只有赶快回家呀 我家里边看有没有人 结果家里边她还走回来了 我说小燕你真能干 我说你真了不起 你就能走回来呀 花她 没有指着她 你指着她没什么意思嘛 她的内心需要她不表达 你表没表示过 你担心失去这个孩子 我担心找不到你 那肯定有啊 你跟她讲了吗 但是你就不会说 那你上哪儿去了呀 你这一走了 找不到你怎么办 坏的东西走了 那小事都教了的 只能表扬她 负面的东西不给她 我是这种心态 那个时候你有感觉到 妈妈她有你期待的那种 她紧张 可能她这种教育方式 也挺 挺高端的吧 当时我也确实没有体会到 她这种良苦用心 可能她内心 在我看不到的那个地方 是有吧 她不会表达出来 把自己藏得特别特别深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非要把自己藏那么深 虽然是童年的小事 但小燕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小燕一直期待有一个温柔体贴 知冷知热 善解人意的母亲 可她的母亲却是铜墙铁壁般冰冷 对她似乎永远只有高高在上的管教和约束 我妈的口头传就是 你要听我的 你要听我的 不对不对 你说的不对 你要听我的 成长过程中的小燕 生活里的权威就是母亲红女士 只要她烧音乐曲 就会遭到母亲的斥责和冷落待遇 我上初中的时候跟她去逛街 当时不知道因为有个什么事情 我都记不到了 应该就是个 就是可能我任性了一下嘛 她让我干什么我没干 结果她转身就走掉了 当时是在那个我们的一个 特别繁华的一个街道上 周围人来人往都是人 我当时其实身上也没有钱 她转身就走掉了 我在后面要使劲喊她 使劲喊她 她理都不理我 这个事情我也不能理解 你当时感受到的是什么 彷徨 特别的无助 也恨 不解 一个是不记得 二一个她不善跟你沟通 她不表达 你就去猜测 但是你说的 如果万里有那种 就是我以这种贷款的 这种消极的对待 就是这种心态 就是一定是她做了什么 让你不舒服了 你才会有这种方式 来对待她 但是她那个具体的事情记不得了 她也不记得了 你今天听了以后 你能不能理解女儿当时内心承受的东西 因为我根据她的性格 就是你再什么说 是说不通的 知道现在我和她从来不吵架 就不理睬 她一说 我知道说不进去 也穿不了 那我再说她就说 闭嘴 就是我上高中时候 我妈妈有一条白色的牛仔裤 我很喜欢 那天我就穿上她的裤子 准备出门 然后因为高中时候 我基本上跟我妈是碰面的次数 屈指可数嘛 结果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刚好她又回来了 结果她就把我堵到门口 不让我出门 她说你必须把这条裤子给我脱下来 谁让你穿啊 我就我说我不脱 然后我们当时就差点就打了一架 反正我就一直想明 我穿你一条二三十块钱的裤子 我又不是不还你了 我说为什么不能穿 我到现在就没想明白 你当时妈妈那种态度 你感觉到的是什么 呵斥 通往了那种厌恶 就嫌弃 这件是一个衣服 她当时就特别喜欢打扮 那个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衣服要放在学习上 而且你要穿什么 你要给我商量 你这样翻出来 那样翻出来 高中没有特别喜欢打扮 好不好 我觉得一个是 这个喜欢非常不好 有这个因素 而且我们家里边 就一直到现在都是 她需要什么东西 她拉上就走 但是她也不给我共通 还是不给我共通 女儿今天对这件事情 还耿耿于坏 你怎么看 一个是心胸比较狭窄 负面的东西 程度要多一点 阳光的东西要少一点 我能瞧瞧阳光的东西 比较多 所以我们三观 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于小妍来说 今时今日 自己的袒露心扉 并没有换来她所期待的 母亲的理解 得到的仍旧是母亲 一再地否定 而这正是她与母亲 相处几十年生活的常态 让她回想起来 至今倍感孤独的事 高中时期的自己 情绪低落 但母亲却完全对她不加理会 甚至把她当成一个透明人 高中时候学习特别特别的差 当时班上才三四几个人 我可能排名都只排到 二十五六米那种的 就相当于就是倒数 关系相当不好 当时我爸跟那个班主任老师 认得到嘛 然后其他的同学 就好像我有点搞特权那种的 虽然他们不说嘛 但是我能感受到的 那种异样的眼光嘛 就你的这些困惑 在妈妈那里得到过安慰吗 没有 没表达 没有 他们当时还让我去住校了呢 我当时就好奇怪哦 我家里离学校 走路十分钟就到 还要让我去住校 然后那时候我妈也不理我呀 他当时我猜测好 就是他跟我爸爸婚姻 亮了红灯了 当时他回家 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冷冰冰的 然后当时我高中同学回家 到我家来玩 看到的也是那种 鞋子眼睛板着个脸 没有个笑脸的那种 在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去跟他们交流的欲望吧 就那种 当时就是我在外边开诊所嘛 他父亲呢爱打牌嘛 说家里边基本上是他一个人 他没一个表达 但是我感觉到 他那班主任跟我们讲了的 我还是求助于外援 外援呢就是他们班主任 除了求助外援 你自己做了什么 要让那个老师跟他做心理沟通 我问的是你自己 你作为一个妈妈 不是一个女强人 那在女儿遇到这些困惑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我就关心他呀 怎么关心呢 跟他那个 就生活上关心 给他买数据 他需要什么嘛 我们就给他买什么嘛 还有带他出去旅游嘛 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当我们感觉到 自己的孩子不快乐的时候 肯定会问一句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这个话你说过吗 我们肯定没想到 具体去问你 今天遇到什么 但是我们会带他去公园玩 让他开心 我和他父亲 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 你带他去开什么心呢 因为你如果表现 他就认为你 他有抵住 他认为你在监视他 他高中到底关心了我什么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但是他一直就想说出来 但他其实他根本说不出来 他一些细节性的东西 他根本说不出来 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一个后妈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我妈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正常的妈妈 应该是什么样的妈妈 反而我现在觉得 跟主持人你聊天 我觉得特别舒服 那我觉得你当我妈妈 也挺好的 对于小颜而言 成年之前 母亲给他的爱和关心 微乎其微 在父母离异 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之后 小颜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 可是十几年的相处下来 母女俩的情感空缺没有填补 母女关系也不断恶化 反倒是再婚多年的父亲 曾经给小颜留下的美好记忆 成为了他全部的情感支撑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我爸爸是个特别好的人 不管是作为结婚对象 还是作为一个父亲 还是作为工作上的一个人 他都有他的优点 当然也有缺点 但是我觉得爸爸是一个 优大于缺点的一个人 因为你那你也不能以一个 圣人的要求去要求别人 那你首先 你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 好像爸爸给你的志志还是很大的 对 就没有我爸 肯定就我也不敢想象 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爸爸上高中时候 上初中时候 上小学时候 一直给我煮饭 教我炒菜 教我洗衣服 然后我考试不好了 爸爸看到我难过了 他会问我怎么了 我就说 这次可能考不到前十名了 我爸爸就说 那有啥呀 考不到就考不到吧 我爸爸带我去游泳 然后我爸爸也不会就说 你看爸爸游得多好 我爸爸就会教我 他不会就是 特意去突出他自己 我爸爸还带我买衣服 然后上高中时候 想带隐形眼镜 不想带框架眼镜 我爸爸也带我去买 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爸也送我去上大学了的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也来接我的 反正就是很多 琐碎的这种事情吧 我爸爸都给我做了的 就是我在从我父亲上 我能够感受到 他就是感同身受 就是我难过的时候 他也会难过 但是从我妈妈身上 我体现不出这点 感觉就是我难过的时候 我妈妈反而就很高兴 她看到我出丑 她就很开心 因为我平时要去教育她 说说她偏向她 她这个 你羡不羡慕女儿 对爸爸那样的一种情感 这个不存在羡慕不羡慕 她对她妇女情深 这个挺好的呀 我对她的好 她否定 其实我的付出 比她父亲还多一些 单纯说一个有缘 我还给她撇相片 小的时候 每次在记录 我这个有相片 这是很用心的 对 她一个生长的相册 都有的 就是手机里边还有 而且留下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你看看 我们家小燕 怎么样 还是与众不同 对吧 而且她生长的 阅历 生长的精力 对不对 就是她高中的叛逆区 高考的时候出走 出走了以后 我就根据她平时的线索 留意的线索 她父亲就不知道 后来我通过分析了以后 我到北京去网友嘛 那时候有口口聊天嘛 我就找到哈尔滨 如果我平时不留意她 我怎么能找到她呢 还是在关心她 她感觉不到 等到我到了北京 飞了北京 又飞海滨的时候 她父亲 没有一个短信息 没有一个电话 哎 你出气怎么样 后来我找到了 我在拿进医生 两三天以后的事情呢 我给她父亲 我说再什么 再打麻将 如果她不关注我 关心我 她也做不疼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说 那警察对犯人也关注呀 那不是关注就能体现出 她爱我呀 而且我离家出走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 她不关心我 我如果就是说 她真的能够给我体现出母爱了 我干嘛离家出走啊 我有病吗 我 所以在小妍这里 好几次 当妈妈很能干的时候 为她做这个的时候 普通人 你对谁都能这么做 女儿这里永远感受不到 妈妈给过我爱 尽管洪女士认为 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 自己没有缺位 但在小妍的心目中 和父亲细水长流式的 关心和呵护相比 母亲所做的根本不值一提 调节进行到此刻 观察员苏丹 从母女俩的相处细节着手 告解洪女士 正是她错误的教育方式 导致小妍丧失了成年人 应有的两大基本能力 整场观察下来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对关系的理解 以及沟通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妈妈是在道理的层面上 是高度关注的 所以你讲究的是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 就是外面的秩序 这个内容上 而女儿呢是站在内在的 心理感受这个层面上 所以一个人关注道理 另外一个人关注感受 所以两个人在不同频率上 进行对话 是特别艰难的 所以女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她就会好吧 你老实实给我摆道道 我也摆不过你的道道 那你都是对的 于是她会出现一个叫什么 放弃挣扎 那你都对 好了 你的道理我也不听 干玩之后你给我擦屁股 就会出现这种放任性 因为她自己内在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关注问题背后的 情绪的这个能力 都被遏制 那这个心理的结就是 女儿对妈妈的关爱 不理解 妈妈在自己能力上很自负 而且在社会生活之中 很具有成功经验 第二 自己又学过心理学 每个人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在心理学上它是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在践行的过程中 他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孩子的一些特点 来进行一些心理行为的干预 心理学里面的这个框架也好 研究也好 都是死的 但是我们掌握回来之后 人是最灵活的部分 所以我们如何的应用心理学 最好不要是自己用得很high 让身边的人痛苦 而是什么呀 你用的之后 你身边的人觉得接受 而且很舒适 你真正的改善了关系 这才证明你的心理学用到位了 第一 二位的关系是共生关系 到现在为止都是 我们在心理学上说 共生是往往出现在孩子小的时候 需要妈妈在精神和物质上的 抚养和照顾的时候 她跟妈妈的状态是共生 可是不好意思 到了今天 小妍已经三十多岁了 跟妈妈的状态依然是共生 在成年人的共生状态里 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 是绞杀和被绞杀 强的那个 会慢慢的用自己的意志 去绞杀弱的那一个 而弱的那个 无论是在生活层面 还是在精神层面 都会呈现出一种被绞杀的状态 妈妈所抱怨的女儿 没有主见 三观不正 碰到什么东西贼胆大 特迷糊 还犯怂 其实就是被绞杀以后的结果 在这样的一层关系里 我们可以看到 女儿对妈妈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 她对于妈妈这个权威 充满了一种愤怒和不满 想反抗这个权威 挑战这个权威 另外一方面 她特别依赖于这个权威 第二点 你一直在现场说一句话 你说 我希望有的时候 女儿碰到问题来找我谈 可是她从来不跟我沟通 你有没有想过 是她从来不和你沟通 还是她曾经很多次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想跟你沟通的时候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所以 我干脆自己把这道门给关了吧 哪个女儿不希望跟自己的母亲沟通呢 爱的方法出了问题 无疑就是关上了孩子们和自己沟通的大门 最后 我想说一下 小妍 你已经三十多岁了 我们之前那些东西可以怪罪父母 但是如果到现在 还把所有的问题 还有后面所有要承担的结果 都甩锅给父母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个人成长的力量在哪里呢 那现在 其实我认为 今天到这来 可能对于你来说 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 你的母亲 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懂得去释放自己情绪的人 他很多时候是绷着的 那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 你得学会好好地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 当你的柔软也没有被接纳过 你的那种害怕 也从来没有被自己最亲的人接纳过的时候 我就变成了一个 不懂得怎么样去合理地去 平缓地去表达我情绪的人 那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不希望 这个可以成为你永远不成长的一个理由 最后很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父母 我们都爱孩子 但是我们得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孩子 就像我们去浇花 浇庄稼 也不能只浇牛奶 不浇水 你认为牛奶有营养 庄稼都让你浇死了 在场上 观察员老师们针对洪女士的教育方式进行了指证 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但洪女士对此却不太能接受 我想说 因为我们这么多的时间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认为有偏颇 情绪激动之下 洪女士离席来到场下 也就是说 建议他们刚才这种产生的观点不一样 我给你们修正一下 在观察员廖席玉的安抚下 洪女士再次回到调解席 随后 调解员胡建云寻寻善诱 劝导场上的洪女士 在母女相处中 要注重沟通方法 给予孩子情感需要 在中间听的时候 我就写了七个字 是我对你的印象 用心 用力 没用情 就好比一个母亲 隔着一道悬崖 悬崖很深很深 但是可能就这么宽 母亲隔着悬崖 她会鼓励孩子 比如说你赶快过来 就这么窄 你跨一脚就过来 但是孩子看到的是很深 她胖 那这个时候 母亲应该更多的是 用情感来抚慰她 而不是把道理告诉她 那你跟孩子相处的 过程当中 它延展到 你跟他父亲的相处 可能你在沟通方式上 很少用情感词汇 情感词汇它有一个特点 不那么精确 甚至有很多废话 但让别人很满意 理性的人 高效率的人 往往他没办法 跟身边最近的人 建立温暖的情感联系 他永远都代表高效率 也代表正确 却不代表拥抱 那我站在孩子的角度 面对一位高效率的家长 其实他解读到的 反而是冷漠 而不是责任心 他只有慢慢长大 他才能重新审阅你 在这之前 你跟你女儿的交流 其实你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是在上面 当你没有注意到 你是高高在上的时候 你就忽略了 别人跟你天然的差距 所以从你这边来讲 如果父母只停留在前端 指出孩子这个错那个错 但是在结尾的时候 没有对孩子的一个脱举的话 孩子是会掉下去 你很少有机会 让孩子直接地知道 他在你心里很重要 你们俩之间 包括你们家缺啥呀 情感台阶 孩子其实在挣扎 你在夫妻感情失败 夫妻沟通失败 你也在挣扎 但你对这个家尽心尽力 而且饱含委屈 当你来到最后一个 你的精神支柱面前 就你女儿面前的时候 你们俩很近 却隔着非常大的落场 就少那么情感台阶 把你放下 或者让她走上去 然后我跟你女儿 也要说一些 其实你对母亲的心态 挺复杂的 首先你对母亲 其实很依赖 然后也很佩服 接着就很害怕 然后之后就很厌烦 是这么一个复杂的 矛盾的心态 那这里面其实 是有什么要注意的方面呢 就是以往你跟你妈妈 你是仰视她 其实现在你要学会平视她 平视妈妈 其实是要对生活 对这个世界 对婚姻家庭 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尤其是对人性的复杂 既要有认识 也要有接受 这样才能够去 接纳你妈妈的多面性 总的来讲 我觉得其实 你放大了对妈妈的害怕 调解员胡建云 告诫母女俩 作为母亲 洪女士要学会 用平等尊重的态度 对待孩子 而作为女儿 小妍也应该学会 理解母亲 消极自己 对母亲的怨气 来到密室 观察员李小云 首先对女儿小妍 进行了劝解 她告诉小妍 要用正确的方式 和母亲相处 你心里是恨你妈妈的有一部分 对 否则的话 我就不可能说 我去消费 我去贷款 那面对这种恨 我怎么去面对 我是在有天晚上 打了110 打120 就折腾了一晚上 自己觉得这种方式 好像把我 对我妈妈的恨意 还有怨气 发泄完了 发泄了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 但是你没有发现 这个做法 第一 它很冲动 第二 它很浪费公共资源 但是你看 你这个舒缓情绪的方式 依旧是 我憋得没办法 它刺猬已经很固化了 如果我们暂时 觉得没有力量 去改变自己的母亲 那我们就不去 拿着鸡蛋碰石头 我可以自己 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就努力地去跟她 进行一个 适应她的方式的 一个沟通模式吧 而在小妍的自我成长方面 观察人李小云 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李小云提到 对于小妍来说 自我成长的第一步 就是摆脱对母亲的依赖 你有没有发现 你对妈妈是 就我刚刚所说的 既想挑战权威 就是知道她很多东西 做的是不对的 但是又一边又很依赖 和屈从于权威 在经济上 在生活上 在很多层面上 又无法去摆脱 这种依赖的 这种舒适感 确实不能太依赖她 那我们得拆分 我说的这个拆分 更多的还不是物质上的拆分 而是精神上的拆分 但是就是感觉 得不到亲生母亲的认可 就觉得你再怎么样 有什么用呀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你已经三十多岁了 你是你 她是她 我们自己就是没有 没有想象那么糟糕 先把自己给就是经营好 就没什么自信了 那么怎么培养自己的自信 很简单 就是我们从最小的事情 开始做起 然后你就会发现 每一次完成一个小事 你的自信心就积累一点 把自己从那个 很沮丧的状态里拉出来 对吧 对吧 谢谢老师 从小事中积累自信 才能找到开启 新生活的力量 对于观察员李小云 给出的建议 小妍一一表示认可 并愿意做出改变 而在密室另一边 观察员廖喜玉 也在和洪女士 做着最后的工作 通过这次条件以后 你希望女儿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能够向心病气候交流 心病气候 正常上班 正常上班 然后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成个家 平坦的生活 你对这个女儿 这些要求一点都不高 你所有的担心 害怕 焦虑 不安 都是源于对女儿的爱 那我就想给你提个 小小的建议 第一 不要说 不要说伤害孩子的 至尊的话 比如说 你就是不行 你根本就不行 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去 有侮辱女儿的语言 比如说贬她 贬低她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不要增加孩子的焦虑感 还有一点 你要坚持做一件事情 就是用我们的母爱 多给我们自己的孩子 吸你营养 这个营养 是温暖 是温度 是理解 是支持 我其实都是那样 你刚才都是那样去做的 拒绝合同等等 我要说她说闭嘴 闭嘴 如果再说她就滚出去 你对女儿的期待 当然 女儿可能达到你这个标准 可能达到你这个优秀程度 我觉得还要时间 那我要想让我的儿孩子 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 从我做妈妈的开始 随后 观察员廖喜玉 来到密室另一边 她转达了洪女士 对小颜的期待 而在网贷问题上 观察员廖喜玉 又再三对小颜 进行了劝导 在帮你的同时 不是应该的孩子 妈妈把这笔钱 给还掉了以后 你不能说 少这几万 多这几十万 这对老人来讲 也确实是一种 她有一种焦虑 恐惧感 你知道吧 好吧 所以我最后一次了 不可能再有下次了 好吧 那么走出密室 母女二人 又分别会有 怎样的表现呢 密室回来 再揭晓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此时此刻 二位的想法 那我就用行动来表示吧 妈妈 我是你优秀的女儿吗 肯定是哦 没有 我知道你骗我的 真的很优秀 高挑的 皮肤白白的 长得漂亮 你学习成绩又好 你聪明 你始终是这样的 这是我真对心的话 我平时也是这样 鼓励你的 然后你也老了 你现在你也老了 没有老 没有了 我也很大很大了 然后如果我觉得 你要实在改不了 就让我来改变吧 我会去改变的 我觉得 如果这辈子 我都不能优秀 但是我会成为一个 乖女儿 对 很爱很爱 你的女儿 哎呀 别哭别哭别哭 也就是说 在这人生的当中 你还长了 妈妈也没有 不长了 不长 现在 几乎早都可以抱孙子了 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的是 一定要有认真的 努力的 阳光的 对待任何的问题 就老师也给了我 很好的建议 就从小事做起 相信自己就是最优秀的 给自己煮一顿 可口的饭菜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给自己列一个计划表 一点一点的 给自己列一个目标 然后去找新 自己能够交新的朋友 先让自己变好 希望能够影响到我母亲 我相信我妈妈 能够看到我的改变 她也会做出相应的 积极的改变 人心都是肉掌的嘛 何况 就是亲生的母亲 她绝对会 因为我的改变 而去改变的 我相信这一点 我觉得女儿今天 能够这样说 她能够改变 如果能夺到行动上 我是感到很欣慰的 那接下来你觉得 你自己可以做哪一些改变 与时与俊 努力地学习 不停地改变 我们在这里做了 很多期的 关于亲子方面的调解 我都会发现 很多父母都有一种焦虑 习惯了人比人的生活 而不是以一个人为单位 去拥抱生活 其实今天你进来 我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你穿着打扮 非常有个性 但是个性有两个方向 有的人的个性 是为了自己开心 有的人的个性 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优秀 如果我们作为父母 接受的观念 永远都是人比人 我们就一定会把焦虑 给到孩子 如果我们从小事开始 去拥抱生活 去认可自己 这种焦虑是产生不了的 那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语言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 高大上的东西 更多的是 像流水一样温暖 像春风一般温柔 那才是家庭需要的语言 回去二位规划一下 把以前的困难给解决掉 包括经济上 然后以后 在这个互相了解 已经进了一步的基础上 把小日子过好 最后先生 我们为你们加油的礼物 好不好 谢谢老师 哎呀 天啊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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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解末尾 母女俩用拥抱 代替了排斥和伤害 在整场调解中 女儿小妍的转变是巨大的 从暴力对抗到认真生活 小妍已经迈出了 她新生活的第一步 而她对待母亲 对待生活的新方式 一定会改变母女两个人的生活 父母都爱孩子 但切不可让道理和方法 大过孩子的感受 冷冰冰的教育模式 只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和控制 而只有充满人情味的关怀 才能让孩子发展自我 并且营造更好的亲子关系 希望母女俩回去之后 能够好好调整 期待她们的母女感情 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